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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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的掌聲 各位貴賓 大家午安 我是屏東大學音樂系的教授 吳弘宜 很榮幸來擔任這一場音樂會的導靈 我看起來今天的聽眾很不一樣耶 除了帶著專業的眼神以外 還顯露了人生光明面特別的良善的氣質耶 很不一樣喔 你跟... 這麼特別的音樂會 請各位跟你的左右臨賓聽眾喊手 歡迎一下 彼此歡迎一下 很棒的機會 剛剛各位已經看到了 看看尚軒的影片 因為它是我們屏東的奇才 台灣之光 這麼多年來 影片上你們看得很清楚 它受到各界的很多的老師 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支持 它才能成長到今天這個樣子喔 今天這一場也是因為有很多人幫忙 特別是我們客家事務處的處 特別的協助 還得到我們縣長的支持 還有我們的立委的支持 各方很多人幫忙才有辦法 這一場才有辦法順利舉行 所以要特別謝謝很多的協助的幕後的工程 幾位特別有來過 我知道剛剛有名單 我們的處長好像出現了 陳立平處長 請各位揮揮揮手 跟大家揮揮揮手 還有我們的古校長 屏東大學的古校長 夫婦 他們都很熱心了 還有中立委中嘉賓坐哪裡 名單 有喔 好 謝謝 還有我們剛剛看到影片製作團隊那個 點燈那個製作人張光斗先生 坐哪裡 非常謝謝 謝謝 好 好 的確各位知道 這麼多熱愛音樂 這麼多關心上學 也關心教育的這些朋友 今天能聚在這裡 實在是一個很大的福分 那我想各位很清楚 這些特殊的人才 自閉症的孩子 他們要在這一條路上展現這麼好的成績 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各位想想看 我們自己都養過小孩 我們只要我們的小孩稍微 不服從我們不乖不怎麼樣 或者我們當老師的 我們就頭冒煙了 甚至我們都失控了 那你想想看 他們是這樣成長的 多麼不容易啊 所以我想今天大家可以在這裡欣賞這樣的音樂會 這個真的要感恩 不是只有家長感恩 真的是大家都要感恩 家長也特別一直告訴我 我一定要藉機會 再三的謝謝各位今天的光臨 好 謝謝 謝謝的掌聲 來 來 一會兒 護縣長 喔 護縣長 歡迎 請坐 護縣長 剛剛說來 歡迎 好 各位今天的節目單上各位看得到 所有的節目單上今天的十首曲子 都是音樂歷史上 從浪漫派以後最經典的曲目 我們屏東有這麼好的音樂廳 這麼棒的音樂廳 我記得我們當時要蓋這個時候 我還跟中立委一起到美國去 重建營造設計 一起都參觀 都到美國去取經 回來才有這一間 我的學校 然後屏東大學還支持我去耶 說你去 跟著一起去 大家一起參觀 所以今天有 屏東有這一間實在很棒 那各位想想看 我們有這麼好的音樂廳 有這麼好的人才 今天的曲目 是跟全世界同步的水準喔 所以你可以看這些曲目 這十首曲目 都是 維也納 柏林 倫敦 莫尼黑 甚至是義大利的 羅馬 再往南的 西班牙這些 馬德里 包括美國 日本 甚至台灣 想想看這些音樂會的曲目 對音樂廳裡面 最常被演奏的曲目 也是音樂家最喜歡挑戰 最喜歡演奏的 如果各位 我想在座的 很多對音樂有興趣 常常聽音樂 你一定常常會聽到這種曲目 而且那個學音樂的孩子 在座有很多音樂系 我知道他們鋼琴 彈主秀鋼琴 最喜歡挑戰這些 但是都怎麼樣 都功敗垂成 就是他們還需要再練習 還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尚先生今天已經準備好了 他已經準備上來了 等一下你們就可以看到這些曲目 多麼的精彩 那我想 我就用兩首為一個單位 來做 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導臨 希望不要占到太多的時間 因為他今天的時間很有限 前面這兩首是蕭邦的曲子 蕭邦各位知道蕭邦是波蘭人 他是因為史上我們稱他為是愛國師人 因為他從小就在家裡 在家鄉就展露頭角 可是身上又重病 那個時候的環境跟現在不一樣 1810年那個時代 疾病啊 各種疾病生長的條件不是很好 但是他從小就展露很好 後來他就到 威尼娜去啦 比如說去深造 到巴黎去到處去演奏 等到他到法國去的時候 哇 波蘭被那個蘇俄進軍啊 波蘭被戰了 結果他是一個愛國的音樂家 他就寫了 利用那個波蘭的這種舞曲的形式 寫了好幾首波蘭音樂 來懷念他的祖國 所以各位聽到這些波蘭的舞曲 這種舞曲其實他不是跳舞的 他是早年的 跳舞用的 可是到了樂器的時候 他們音樂家就寫來表達一種情緒 用故鄉的那種情緒 那個民謠的情緒跟節奏 來寫一些表現的轉線音樂的那個情緒 那個情緒跟張力 他特別各位聽得到 都是這種英雄波蘭舞曲 這就是他代表作 他有意思說是軍隊的波蘭舞曲 這兩首是在全世界裡面到現在 喜歡演奏鋼琴的人 如果選波蘭舞曲 大概都會選這兩首為代表 那唱選今天選了這一首 等一下你們聽聽看 聽到那個波蘭舞曲裡面那個節奏 勇士要上戰場 然後得到勝利 拚命認真 那個節奏會讓你很振奮 等一下你如果聽到他在那裡走走 你可以左腳一起踩踏看 你今天一定會變成勇士 你會變英雄 然後第二首 他要演奏的是一個 華爾茲 原舞曲 其實原舞曲這個曲是從奧地利 奧地利的北部 那現在各位熟知的這些 聽到的這些原舞曲 其實都很好聽的 這是已經改良過 是奧地利的 像我們最熟悉的是 斯特老師他們家族 他們慢慢就把它改了 改了 改了 很好聽 其實早年這種舞曲是農民唱的 農民跳的 真的農民在跳舞 然後跟我們好像不大一樣 我們漢民族都沒有舞蹈 是不是 我們的生活裡面其實很可惜 南美的或者西班牙的那些 喜歡跳舞的民族 如果看到我們 講到我們漢民族 我們被他們一比 他們認為我們是殘障 因為我們的生活裡面沒有 其實沒有歌舞 幸好我們的原住民文化他們有 我們因為漢民族的生活 文化不大一樣 從小就被管得很嚴謹 從小坐要有坐像 站要有站姿 然後不能太笑得 女生不能笑得髒口 所以這些文化不大一樣 他們的文化就容易形成這樣 有歌有舞的文化 所以那個舞曲在當地 其實是很通俗的 後來演變 演變到了 小邦他們改良以後 變成樂器演奏了 就變成不能跳了 因為它速度變得很快 用樂器來表現 它很多豐富的和弦 很誇張的和弦跟快速度 它就不再只是一種跳舞的形式 它會變成樂器展現的形式 這一首法力的原舞曲 小邦的原舞曲裡面也都是經典 我想這兩首曲子留 留給各位仔細欣賞 等一下看看尚軒怎麼表現 各位今天 你等於是坐在柏林愛樂廳一樣 同等一樣 你們的坐姿 你看那個位置那麼舒服 場地這麼棒 音效這麼好 我剛剛一次 我已經進來好幾次 剛剛在這壇 我還特別去那裡 去這裡 去這裡 每一個地方我都去聽過 每一個地方都清清楚楚的 所以我想今天 無論你坐在哪裡 因為今天是自由做的 開放 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得很清楚 待會兒各位好好的享受 好 我們熱烈的掌聲歡迎尚軒 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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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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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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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